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心二用的故事 是讲话作为不要顾眼前的利益 要想东西的时候 想拳点 想阔点 想跟大家讲一个列子里面讲的故事 就是齐人去买金的故事 其实不是真的买 它是偷金 为什么偷金呢? 很简单 齐挂一个人的时候去街市的时候 他有一天起身的时候 穿得好新光颈领 去到街市的时候 去到买金的地方里面 就拿走了金 偷了他的金 那后来的时候 牙差当然捉了他 捉他的时候就问他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喂些什么呢? 那个人都在了 因为那间店铺的那个人买金 那个人都在了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呢? 他说 蛤? 我那个时候看不到的 我只见到金 故事完了 就是你眼前在偷东西的时候 只是看着那堆黄金 于是想偷黄金 有没有忽略过 其实背后有个人碰住 你会坐牢? 你顾眼前的利益 你没有顾到整个背后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齐人买金 其实不是买 偷金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也跟大家讲一个具体化 把他演绎出来是什么情况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记载 讲到进国和进军和楚军的打仗 那进和楚打仗 进军就不够楚军 那进民工就立刻进去 那当时进去的时候 他当然要问人来拿意见 那当时问人来拿意见的时候 第一个问的一个人叫胡燕 胡燕这个人就跟他说 哎 没办法 真的打不赢 不如用欺诈吧 那用战术就用欺诈 骗人的战术 那这个方法的时候 当时他讲完他说 因为没办法不够打 那于是这个进民工听完 就说好 再问多人意见 他就问多人 那个人叫翁桂 他问翁桂 喂 怎样啊 不如用欺诈吧 刚才胡燕说用欺诈 用这个方法好不好 那翁桂说 这个不是一个好方法 但迫不得已要这样用 但不是一个好方法 那当然 俊文工就不明白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方法 你都说用 那他就说了这个故事 就是 蝎扎而遇的故事 蝎扎而遇的意思就是 当你把湖水里面的所有水抽干了 去捉乳 一定捉到的 所以当你蝎扎而遇 岂不获得 就是你一定可以拿到那些余的 同样道理 他就说 在森林里面 你烧光的森林 你去打猎 去围捕猎物一定可以 但问题是短期 只有一次 你拿了那些余 抽干水就只有一次 你打到猎 是一次 下次怎样 所以他最后就迫使用这个方法 打仗完之后 回到他的时候 他竟然不是上次胡燕 他第一个上次的 上次是哪个 翁桂 你又问他为什么 他说 因为胡燕提出的战术 的确是令他们成功 但只是短期 但翁桂考虑的是长远 那我们治国 上次人的时候 当然要想一个长远的方案 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说 不要只是顾雅前的 你要顾长远 等于齐人偷金的故事 你只是顾雅前的那个金 你没有想到背后的刑责 和店主在看着你 很容易犯案 是被人捉到的 所以这个故事教我们做人 不要看勤 要看远 那今天这一集 就到这里 大家用心 拜拜